大家好,歡迎收看《初歌學投資》 我是李國慶 人民銀行降低存款準備金率 簡稱降準有兩個模式 分別是全面降準以及定向降準 究竟兩者到底有什麼分別呢? 降準其實是人行向銀行釋放資金的寬鬆貨幣政策 全面降準的意思是 人行向全國所有金融機構都降準 包括大中小型商業銀行、農村商業銀行、 油證儲蓄銀行等等都會受惠人行的放水 因此全面降準釋放的資金量會較多 對流動性的影響亦較為廣泛 至於定向降準是指人行只會對個別特定的銀行進行降準 過往定向降準的目標包括城市商業銀行、 縣域中小銀行或農村商業銀行 定向降準有指定的資金用途 例如人行要求定向降準的售益銀行 要放貸給民營企業或小微企業 如9月6日人民銀行同時宣布全面降準0.5% 就已經釋放8,000億元人民幣 但定向降準1%也只是釋放1,000億元人民幣 總結而言 全面降準可以令所有銀行受惠 釋放資金較多 而定向降準為了輔助中小企而設 釋放資金較少 但就具備針對性